在平平無奇的中學生活之中 每天都做著相同的事 過著相同的生活 一點趣味都沒有 究竟...幾時才會遇到屬於我的機會 而真正屬於我的位置 又在哪裡呢? 喂!你在想搞什麼? 我也不知道啊 那...不如一起搞SA吧 但我不行啊 那... 我也是沒有勇氣去得出我的舒適票 還停留在我的世界 究竟我的人生是不是都要繼續這樣? 原來中學生涯都可以好像他們那樣開心 我也很想為自己 為大家在上誌製造一個難忘的回憶 喂!Suzanna! 起床了! 不要睡了! 原來...機會是要自己把握 沒有抓住那個瞬間就會錯過 或者...我是不是應該要跳出自己的框框 去嘗試一個不一樣的青春呢? 從來...都沒有想過上誌對我來說會變得那麼重要 直至到...我遇到你們這12個傻仔 我自己都想不到跟他們12個人一起的時候可以變得那麼青春、那麼熱血 跟他們一起的時候做什麼都不會覺得累 大家做一下事又笑一下這樣 有時開會由天亮開到天黑都不知道 不知不覺間 我已經在上誌度過了三個春秋 今年,我們想將在上誌留下的美好回憶回歸回學校 為那麼多位上誌學生創造一個又一個不一樣的青春回憶 希望大家以後看回照片的時候 會記得自己曾經試過跟好朋友一起加入CT tracing 在學校玩GameState 看Variety Show 雖然2020年帶給我們Series有很多挑戰 但是...正正因為有你們跟我一起 每一個難關都會逐一擊破 請支持一號候選內閣Series 請注意一下